這三項剛剛環保局長也報告過了 叫做保護台灣水資源 滋養大地水高雄中水回收廠 跟保育藻礁 總共這三項 寫一大堆報告寫 這三項是真的來講的 這三項 來我跟大家分析一下 後面的文字一起出來 叫做保護台灣水資源 那做什麼事呢 就是拍了一個微電影 這個微電影叫做台灣北部水利發電廠 這是Denia的名稱 北部水利發電廠跟後進溪有沒有關係 後進溪在高雄應該沒關係吧 沒有關係 那第二個叫什麼呢 叫做滋養大地的水高雄中水回收廠 所有的政官選黨都跑到日月公去喝日月公的廢水 說那個廢水可以喝了 日月公做環保了 日月公一切都做得很好 投入做環保 所以近年來形象大幅提升 就是他投入這個 投入這個跟軍盤有沒有關係 我跟大家報告 日月公高雄廠設廠投資多少錢呢 11.5億 建設中水回收廠 我來跟環保局長請教一下 這個中水回收廠 環保局長麻煩你站起來一下 這個中水回收廠建置了以後 確實對他水資源的重複使用 水質的乾淨 台灣汇水的乾淨確實是有很大的幫助 但是這個中 這個是他本來就應該做的是他業內的事物 不是公益事項 因為這是他鋼廷會到處 讓他的水可以重複使用 只是以前他是便宜行事 改汇水在這裡倒進去 後進去以前是違法的 以前是違法事項 所以違法的不能再做 因為水務法在後來已經改了 先請教你 日月嘛 要做環保 這個11.5億根本 跟他的每年捐一億無關嗎 那個沒有關係 那個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嗎 捐款的部分跟11.5億這個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麻煩你再站著一下 我再問你另外一個問題 所以這個沒有關係 這個捐款是零 這個是台灣北部水利發電廠片 跟後進西整治也沒有關係 所以第一項沒有關係是零 第二項跟捐款沒有關係 這個也是零 第三項叫做保育藻礁 大家知道藻礁是什麼意思嗎 就是海藻珊瑚礁 我們看台灣沿岸很多地方 都有海藻珊瑚礁 包括紫關地區 很多人小時候的經驗 就是有很多藻礁 有很多藻礁 有海藻珊瑚礁 所以有很多魚類會在那裡聚集 所以保護藻礁 除了生態保育以外 對漁民的生技 也會有很重要的影響 因為可以讓漁業聚集 但是日月光投入的保育藻礁 是做在哪裡呢 捐款又是捐給誰呢 我跟大家報告 他是贊助桃園海岸生態保育協會 桃園就是桃園市 來做保育藻礁 做哪裡呢 是在保育藻礁 桃園海岸生態 各位 有這麼多是高雄後進西 危害的是高雄的指關橋頭地區